共有五個議題分別是石虎七地保護、桃園藻礁礁保護、未來入侵植物、動物環境權以行政監督來爭取動物權利以及環境論壇 我們要進行的第一個議題是石虎七地保護 邀請到的主持人是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郭榮信理事長 舞台人士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洪維峰保育組長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林玉秀助理研究員 以及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研究所陳美丁博士生 歡迎 好讓我們先歡迎主持人我們郭榮信理事長歡迎 楊老師各位宇慧的貴賓大家午安大家好 保護食物非常的困難 保護貓熊很簡單 因為你什麼都不用做就在保護貓熊 保護那個狗熊 台灣的那個黑熊 因為黑熊是離群首居他見得如見鬼一樣他聞到醬的味道大概就已經跑掉了 可是食物不一樣喔 食物是我們的鄰居他在前三地帶跟人類的重疊性很高 所以說他非常不好保護 根本重疊很高 而且人類是一個壞的鄰居 是一個壞鄰居 很壓霸這樣子 而且食物的氣力裡面非常的大 一隻食物他的氣力需求平均大概就要超過100架 這麼大的一個一個一隻食物就像這麼大的一個氣力的一個需求度 所以說這樣子他保護他的話就要很大的氣息地 而且這些氣力就在我們家裡的旁邊而已 甚至跟我們家是重疊的可能就是我的後院就是他的氣息地 所以他很困難 那在人類跟狗還沒進到這個他的潛山之後呢 我們之前呢他在這個地帶呢是他的地盤 而且他是這個地帶生物生態金字塔的頂層的生物 什麼意思就是他是這個地帶的王 他是潛山之王 所以說我們在 在這讓流食物叫生物 事實上也只是留住什麼 留住我們心中的一個良知 那生物之前是留住我們心中的一個混美力 讓我們不要很醜陋的一直要去跟這些貓狗有沒有 搶地盤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他的地盤 所以留一點點給他生存也是應該的 我在這種事物把我去講一個感慨說 如果在一個貧窮社會呢 人跟貓狗在搶地盤呢 那是出於無奈 但是如果是一個富足的社會呢 還一定要去跟貓狗講地盤的話 那就只有死貪欖 死死貪欖 那我們今天有三個雨會的雨潭人 這個都是在15的鮑魚都算你的前輩 因為他們的經驗跟歷練都比有多很多 那所以說 我就是大概展介一下就把時間留給他們 因為展也蠻多的 那我甚至希望說我們把更多的時間 留給大家來做一些互動 因為我是覺得說 15要保育 他要的不是錢 是我們的愛心而已 是我們的愛心而已 你錢也沒有用 錢沒有用 因為你說像台山說要那個氣力補差 他影響的氣力可能是3.5隻 那3.5隻如果是一算的話 要一隻山100公頃的話 要350公頃 那可能不是我們願意補償的 我們補償的氣 所以說那個難度是很高的 那如果說我們是用愛心的方式 來對打他們的話 可能這些東西都不需要的 那我們就是苗核縣自然生涯的 那種保育組長 我們那個洪老師 他就是在我們 他是我們學位的那個精神領袖 他一直以來就是我們保育工作 我就是靠他一個人 就是台主支持的 他我們主要的工作 我們就在就是說 擋掉一些不當的一些 一些那個15期的一個開發案 那他等一下會有很多的案例可以去收入 那再來是我們那個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的那個林玉秀 那個助理研究員 他是那個現在特有特生裡面就是15的主要研究者 那我們也跟大家有很多的合作 像我們在前年有一個15的講座 兩天的講座 其實主要80% 我都會告訴他幫我們支撐著 然後我們信念出 我們學會有大概20幾個 15的解說 現存的志工 那再來我們那個平革大 平革大是我們那個 15研究的一個最重要的政敵 那他那個美町 美町博士 他的老師就是裴家的老師 我都稱裴家裴老師是那個師傅教護 那他是我們的師傅公主 好 因為他養了 他去年就 就那個 就是把三隻那個小貓 因為派化 然後就是被媽媽氣養掉的小師傅 然後他把他 把他就是養大 然後還做野放實驗 然後成功的施放到野地裡面去 那就是說 平革大是在15的氣力領域 分布 然後一些救傷 然後這種就是佑生的這種野放系列 是一個國內的僑組 那我們就不暫 不暫時間 我們就讓那個 一下語談見 好 那謝謝我們理事長 那各位在座的先進夥伴 大家好 剛剛 我們在哪講 其實真的嗎 要做保育 其實每種物種都不太相同 那15這個我想宣問一下 在座各位 在野外 不是在動物園 或者是那個看 有親自看過的請舉手一下 謝謝 好請 謝謝 真的那麼少 大家怎麼知道他的生活 習性互換完 怎麼知道他的 等等 所以 所以在 前幾天 那個 台詞三線 有一些什麼 正方的就要講到 哇 食物開吃怎樣 好多如何如何 其實這些來講 真的 他也透露了一些訊息 那個是50年前 還沒有保育 就是說 這 那個環境開發 還沒有的時候 確實是有那種情形 可是到今天 如果還有這樣的情形 表示我們 真的 台灣 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哇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時候 大家都很萌 尤其最近 非常 發熱發燙 燙到到最後 很多人的臉都綠了 因為 這樣子的情形 到底會有哪些 很深層的寫思 我就以我們苗栗 五個開發的案件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許說 這裡面有資料有 那 我很快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 那 十五其實 我們學會 是在2010年的時候 才開始接觸到 當時的一個機會 就是一個苗五十線 那這是一個線道 那這線道來講 大概4點 可以看一下那個虛線的部分 大概4.58公里 那就是從三億到院裡的一個 一個線道 那當時 一開始的時候 那學會就去參與 那個環民說明會的時候 那當然也很感謝 那個荒野保護協會 還有在地的一些團體 一起去講 那這條路呢 其實他當時的理由呢 他是主要是 主要是 要那個什麼 就是有一些的說法 那我簡單的把那個 那個開路的條件說 他說那個 我們到最後的結果是 他主要是要 那蘇解130 130線道 也就是同樣一條路線的 那個蘇解的 那個交通量 可是事實上 根本 130沒有那麼大的 需求量 那另外來講 我 我不會把它全部解放 那這裡啊 最重要有幾個 危險的地方是 他是火焰山的地址 很容易崩塌 而且那個很陡 那再來呢 他又是經過水平保護區 那最後 第一次 第一次 在苗裡面說 調查出石虎 那這時候 在2008年已經把它變成一隻 一級保育類動物 終於把這個拿出來提出來 那提出來之後呢 當然有很多的面向 那在11月中旬開的 結果這一人 那我們這些 這些夥伴呢 結果 那個 到了12月 那當時我們有去做陳情 一人一信啊 然後也去做 等等的做調查 結果沒有想到 12月 還不到一個月多 苗麗縣政府就說 我不開了 我不開了 我們就不開了 所以這一條道路呢 其實是 對不起 其實是很快就結束了 很快的結束裡面呢 到底是什麼因素的結束 基本上 有很多的情形 民務局的態度 然後真的是 在地居民 然後一級 一級十五的出現 到底會帶點 後面怎麼樣的效應 那沒有 但是確實就是停了 那第二個 是一個 是一個 SARS開採 這個是在去年 2013年 在7月的時候 它開採這一個 大概 大概有 28公頃 那28公頃 那我學會也去了 那當時呢 大概沒有其他的團體 大概在地團體就是我們 結果去到了以後呢 欸 要SARS開採 那這個部分 可能各位對這個 腳不太清楚啊 往上就是銅鑼工業區 再往下就是我們三億 那結果 當時去了 去了 結果他在調查 資料裡面 什麼都沒有 但是還好 我們每天老師 當時就已經有 調查出一些數據 我們就把它套土一套上去 結果發現到 那個 基地是大範圍 那條是道路 結果我們說在這邊有 結果我們就依據這個 因為我們也只懂這些 就跑去跟他們講 結果呢 在場的所有的鄉 鄉長 那一天各位 看到如果去的話 那個鄉長在這裡都說 我反對 那些鄉代表 一大堆代表 反對 反對 結果呢 我還一直在反第二 第二場 那個 審查小時候會 結果有沒有 就結束了 他就撤回 從這兩個裡面 是兩個代表 一個是一條路 一個是面積開發 那這個在 這兩個案件裡面 都是撤回的 但是 這個我就 但是 我們大家 比較關注到的 就是什麼 霍龍殯園區 那霍龍殯園區 這是他整個開發 他總共有25公頃 這個代表 那這是其他一部分 那 當時呢 是在 其實在2010年3月 他就還 出品就過了 其實在那時候 我們還沒有 等於說我們 動作還沒有到那裡 可是他已經出品過了 那是 劉縣長在 當上來的時候 他的 一個 證件之一 那2014年的4月動工 就要做說明會動工 那 那個6月的時候 警民衝突 那當時我也有去 那 除了跟那個記者講之外 那當時因為 很霸道 就直接 連居民都 都打傷了 那 那機械一進去 就開始 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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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啦趴啦 就一直在動 那當時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一起 找他的好朋友 就是立馬尾 看他能不能去 那其實 都是立一棟農體 根本也是 不可能 那到最後 也照 林務局去 那林務局回國呢 結果是 那個不是重要棲息地 所以也沒辦法 那騷擾呢 要有證據 那其實 那一塊地 真的在 在美廳老師的調查 那個是 最高密度 那個 OI最高的 結果 後來 他就 有做了一些 環差 為什麼會環差 其實是 因為他裡面的 開發之後 有些道路或者是 配置有變動 所以才做了環差 那監測也在監測 結果開始的時候 監測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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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一直到 20 2013年5月的時候 欸 他們就有拍攝 可是那拍攝是在 他的基地的旁邊 所以在他基地旁邊 其實要做監測說 在裡面 根本不可能 那早就跑光了 可是在旁邊 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那結果到最後 這整個 目前來講 他已經 那個 OI已經降下來 十分之一 原來的 原來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整個都 很差 那現在來講 已經走到這邊 他們的環民大會 這是限級的 他已經通過那個環差 現在只是變成說 那個 保育 如何去對策保育 那結果他們就 又講 去做一個博物 一個博物館啊 那個什麼 交易館之類的 等等 反正就是 講了一些有的 沒有的 那 那這個 另外一個 我們當地的居民 現在還在做行政訴訟 那這個東西 真的是反不及其 因為職務開店 一開 然後就整個就 就過去了 這是有關那個 殯葬園區的 事情 那他的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目前呢 有兩個案子在 一個就是 芋榕廠 那芋榕廠是今年 就是這個月 四月一號 開始再做一個 再做一個房屏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原產區 那下面是三億工業區 那本基地就是指他要開發的 那本基地在一直到三億工業區 那後面 那還有一塊基地 那是第三期 我覺得芋榕他們 那個 生意做得比較好 他需要開發那個電動車 所以他用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時候 總共開發七十八公頃 但是 有五十八都是 要找到的 那這邊有一個電台 中間有一條電台路 那這條電台路很重要 因為跟我剛剛講的第一個案 苗五十線 那個是他拓寬到院裡去的 到院裡去的 那那一天 這是他的一個配置圖 基地的配置圖 那那個核色的部分 都是放停車位 那個停車位 都是變成水泥化 也就是說今天 老實講 台灣都把這種地 這種五級 就是最自然的 已經都沒有去擾動過的 全部都把它變成水泥化 這也就是我們整個的 整個經濟的思維 那 當時我們去開會的結果 也很多從台北來的 單位也一起都過來 當地居民 有一個地方 他們居民的反應是什麼 他們說 以前他們在做的時候 他不給他民宿 他們都認為是在開展啥子 這一次的話 態度不一樣 這一次的態度 你只要水土保持好的話 我們是歡迎進駐的 也就是說 其實在地居民 並不是那麼真的 當然有些人反對 但是絕大多數還是歡迎的 因為有工作 有經濟活絡 我想在地居民很多都 都還是會認同 可是這裡面 我們當時就建議了這幾項 那其中有一個地方的話 是不是可以去找別的地方的工業 因為苗栗 被閒置的工業區蠻多的 那是不是請他換個地方 把這個地方留下來 或者是交換 有沒有這樣 這都是一種發想 但是到底成不成熟 還得要拿 芋蓉跟他們一起在談 一起來思維 但是 那個 我們也提到說 其實他在那個地裡面 有沒有發現到食物 其實是有 因為當時我們就說 你有發現你的位置在哪裡 結果開發單位 那個規劃單位說 沒有發到這裡面 我就覺得有點問題 原因在哪裡 有就有在哪裡 沒有 可是他就模糊 他就是想說 那個是在基地外 就基地外 因為基地內跟基地外 真的是 這個話有問 有問到 好最後 大家有關心到 最近的台子單線 台子單線 本來在2012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過了 也是因為延宕了很久 超級最精彩的 只有 那當時他們也是沒有 也沒有做調查 還差也沒有 後來 是 我們那個在要求 結果在把調查出來之後 就發現到 上面有一點點 比較大的 就是有調查到 15的地方 到達15的地方 那結果 這整個來講的時候 本來在第三次的環差 我自己去開會的時候 當時建議 就已經希望說 能夠 就是第三條 開發單位應該重新 變更妥視性可行性 考慮撤回 其實當時他們就可以撤回 可是有時候真的 我也不知道他們的考量還是怎樣 是不是有很大的壓力 結果沒有 結果送回去之後 最後就是在 3月6號 報紙都可以看到 他們就想 那我怎麼辦 總之找一個什麼替代的方式 就找到20公頃的地 這個就把它牽過去 就這樣子就要送 環評大會 所以這種思維 很多的細節 很多的東西都沒有在裡頭 結果在那個 到最後 到最後 那一天 也感謝很多的 很多的民眾 都一起來 所以我們就 到最後是 退回審查會 但是這個來講 從整個地方 事實上 就是代表的 我們整個 棲地整個 情形 你看來 外台的子山縣 各位可以看 最上面是殺死開財長 最底下是 綠樓二長 苗五十縣 這個只是我們表面的 其實後面 還有 各位可以看那個 黑色的地方 抱歉 黑色的地方 滿滿都窮會 都有道路再切進去 那整個就是擴散掉了 好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中還有很多的 什麼 保育的方式 或者是有些隊 那就請你們 另外兩位夥伴 一起來跟大家說明 謝謝 那我們接著 請那個 特森 那個 林玉秀小姐 主義的救援 他們特徵在 救傷 跟那個 境外研究 就說 他們其實 那個圈養的個體 一些受傷圈養的個體 他們做很多的 研究 心論的觀察 還有那個 繁殖 一些研究 他們是 在座後面是 他們是權威 那他準備好過五中午 就在 有沒有有被意見的 來 來 請說 好 林大哥 那個 我要順道再提醒一下 苗栗未來會發生的個案 還不及這裡 我再提醒一下 就是說苗栗現在馬上會面臨 接著現在正在面臨發生了 有一個在 厚龍 厚龍賓海 油氣園區 有一個九公頃的那個 防風嶺 那現在 那個 劉正宏把他開放 做國際小型賽車場 那裡有石虎 就是說 雖然美廷老師不見得 有在那裡設 觀測 但是那裡的居民 有跟我回報說 他們在那裡碰到石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劉正宏的21項旗艦計畫裡頭 有一項很重要的 叫做 通運倉儲園區 這個通運倉儲園區 我一直在觀測 他到底什麼時候動 那 不知道他卸任之後 卸任之前會不會 所以這個 通運倉儲園區 一定會碰到石虎其地 另外還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 是在院裡的廣原科學園區 廣原科學園區 137公頃 為什麼要開這條 台13甲線 為什麼要開那個 苗50線 因為他要開那個 廣原科學園區 137公頃 那這一塊 更大一塊 所以 我在這裡建議就是說 我們保育 這個部分 特別幾個重點區域 我們苗栗 周邊的 像南投這個地方 要保育 每一個政治人物 一上來先看他的開發 看他的 看他的證件 有沒有跟這個 這有相關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建議一下 就是 美廳老師 或者是特性中心 我們要保育食物 我們會碰到一個問題 肖像權的問題 那可不可以這個部分 可能release一些 可公公版權的照片 讓大眾去使用 否則那個師傅的照片 說真的很難取得的時候 那不利於我們在 現在我們要玩搶救食物 以上兩個問題 謝謝 這問題是 我想我可以做回答 因為可能都是 這幾天我在處理這個問題 確實在非營利的狀態下 我們公部門的照片 是可以要求授權的 所以在非常多的粉絲頁 可能看到非常多的食物照片 來源可能都是特性中心 可是沒有去使用 所以我們不會做太多的干預 只是這兩天確實出現了一些商業行為 我們有詢問律師 就是只要牽涉商業行為的時候 確實公部門是不能夠釋出的 因為每一個商業行為本身 就會有營利 那每一個廠商都要求的時候 會不會有不公的可能 所以這一塊就是說 只要在座各位市 做非營利的推廣 這部分的照片使用 可以要求授權 那對很多同仁來講 他其實也不是用公家單位的資源 甚至他自己拿相機 可能在他的一些時間拍到的相片 確實我們會覺得有告知 是會感受好一點 所以這樣非常多的人 可能會用既有的照片 可能會去加一些文字 然後說明 可是因為有一些文字 對公部門來講 不是這麼恰當 就請各位也是見諒說 有人反映這個部分著作權的問題 是因為我發現 因為網路世界太快速了 然後大家可能會很傾向去使用 所以策刃中心會更快速的 在我們的網頁會把這部分的聲明講清楚 就是說怎麼樣來取得授權 或者是用在哪些地方 可是如果真的是商業行為 可能就完全都沒有辦法 好 那我就直接 另外一個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謹記在心 所以我知道就是大家 因為十五的問題 在台十三的會議上 我覺得發現好多人 突然都跳出來為十五發聲 可是真的像美帝他 昨天演發了他的感想 我們的想法都一樣 就是說十五紅了 可是研究者的心 真的 研究人員的臉真的綠了 因為我們都不住在當地 我也顧不到當地每一個地方 所以確實把十五跟開發 整個造成衝突的時候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不可能去顧著 每一隻十五活動的地方 所以今天HGO會議 其實一開始郭老師找我 他也沒有講清楚 到底今天我該分享什麼 他說都可以 我當然就在想都可以 到底要講什麼 又有前輩美青學姐要來 然後洪老師也很關注一些議題 所以我把我的議題放得比較窄一點 然後我希望HGO也拿出HGO的立場 到底每個人都坐下來想 可以為這塊環境做什麼 不一定是為了十五 而是為了未來 包括我們自己 包括我們未來的子孫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還呼吸得到新鮮的空氣 然後可以讓大家跟大自然共存永續 而不是我們在這個世代 就把全部的森林變成水林 我們再也沒有這些綠地 這些野生動物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 頭影出來有點暗 沒關係 我可以再唸一次 就是其我 我把標題叫做 求積極放眼台灣十五的未來 因為講苗栗的案子真的很沉重 因為我先看到洪老師準備的內容了 所以我才決定 我今天會分享這部分的主題 那其實十五並不只吩咐在苗栗 嘿這我要必須先澄清 非常多人都一直覺得 只有苗栗有十五 可是並不是這樣 包括這個資料其實來自於 1994到2013年整個統整 因為非常多來自於舊傷資料 因為十五不容易觀察到 剛剛募集的只有兩位嘛 那不去用一些研究器材 根本不會看到這樣子的物種 可是舊傷就是說 有民眾發現受傷 或者是一些道路致死的案例 其實讓我們有機會得到一些資料 所以我把用鄉鎮的方式去呈現 可以看得出來苗栗跟南投 就是十五分布的重鎮 在台中市其實包括厚里石鋼 龍井 霧峰 太平等等 也都是有十五分布 我心裡想的是 這個七地應該是相連的 原本 只是也許也是因為我沒有得到資料 所以看起來的圖好像有點零散 那以台灣的十五分布來看 其實台大的研究團隊 朱友天老師有做 其實十五並沒有很明確的分化 就是說在台灣本島上 這些族群應該是都 就是應該是都還有辦法流通的 包括說他的活動能力其實非常的好 然後有這樣子的研究資料出來 可是十五在台灣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最大的圈就是今天的主題一直在講的 七地保育 七地其實不斷的喪失跟破碎化 它伴隨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在美天學姐的研究裡面 他最終的個體最後都死於非命 全部都因為人的關係死亡 那陸沙爾部分 從2011年到現在 就是我聽到的資料 就我很明確的紀錄下來的 其實來自苗栗 台中跟南投 我知道的資料就有十三期 十五遭受車禍死亡 這樣的資料一般人聽到會覺得很訝異 可是我可以想像背後有更多 我們沒有收到的資料 那另外一塊其實流浪貓狗的競爭 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包括大杜山在五年前有食物 不過去年加了一整年的相機 目前其實都沒有拍攝到食物 可是我記錄到非常非常多的流浪貓 流浪狗都可以大概寫出有幾隻這樣子 還有一塊其實是我們平常官方很不願意面對的一塊 即使走到現在 台灣的非法圈養繁殖放慢其實都存在 在座的人其實都可能是力量 就是說野生動物它原本就不應該被圈養 可是為什麼這個市場會存在 這是我們可能有心可以再去做一些闡述 可是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講太多 可是這零零周中來看全部都是跟人衝突的 沒有什麼好說 那蔡山中心確實是從收容的石虎開始想到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包括剛剛林大哥也講到 石虎的照片這麼難取得 對在野外能夠遇到就很好 怎麼來得及拍 所以是我們利用圈養的個體 希望讓大眾也收到這樣的資料 所以讓每個人認識是我們覺得第一步的 可是其實圈養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會有動物園出在 為什麼會必須這些動物被圈養 其實我們到最後都希望它是可以回到野外的 所以其實從IUCN的建議 這些我們像特性中心這樣有收容個體的單位 必須我們要發揮這些域外個體最大的保育價值 然後其實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塊跟MGO產品最有關的 其實就是第一 故意放在最前面 它其實是希望可以提升社會民眾 跟官方對保育議題的了解 包括為什麼會有個體送到特程中心 大家可能都有辦法看到一些資料去做一些闡述 那我們做這樣的個體其實從 做這樣的工作是從100年開始跟東元合作 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可能就很好玩 我自己也接觸過私人圈養的 他說你真的很煩惱 石虎那麼高生 怎麼你都說生不出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圈養的環境是有多麼不人道 我自己在看 我看到過網路的圖片 他其實就是把石虎丟在小籠子裡 那你根本沒有所謂的選擇 你可能就是被強迫 母的也即使他不想要配對 他也可能沒有辦法逃脫 所以在我們的這樣的UI的一個操作下 我們不希望是這個樣子 所以確實這一對個體 這隻個體 他是跟一隻叫小公貓的配對 可是實際上 我們其實嘗試有讓其他的個體去認識對方 跟進行一些互動的測試 就發現石虎雖然大家都說 賺誰賺誰是不是就非常會 就是反正可以交配就好 而並不是這樣子 他們還是有他們自己的擇偶的角度 可能是我們不知道的 或者是所以其實在這個工作上 我們其實也從這中間 進入到非常多蠻特殊的行為 可能因為今天時間我就不會講太多 那很好玩 因為在集集養的石虎 就很早就有人問我說 那集集外面的石虎會不會被吸引來 我當時也覺得會被吸引來 我相信也是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可是我們就發現很奇怪 有一天我們其實有陸續都一直 有監測到個體靠近榮盛 我主觀的意識也會覺得 一定是功德被母的吸引來了 可是有一 在去年我們其實在3月 我們就發現 有一隻個體又到榮舍門口大便 我們就想 我們真的應該做野外的研究 不能只局限於 就是做域外的部分 那我們抓到這隻個體的時候 確實顛覆了我對石虎的認識 他是一隻母的個體 而且是老齡個體 那其實哺乳動物的雌性個體 是不輕易搬家的 他是一個比較定居性的 所以我們其實從去年最終到現在 他的活動範圍就確實在特層中心的附近 特層中心就是在有logo的那個位置 有點少齁 很不清楚 沒關係 可以看得到那個logo 那上面大大的範圍就是小賢的活動範圍 他活動範圍我確實認為非常可憐 有三座以上的沙石場 有台石六線四線道的道路 然後非常多的農地雜鈴 對 對我來說 原來石虎 教科書上寫的 他是一個適應性好的物種 我終於相信了 對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跟這樣的動物共存 這是讓我最訝異的 那其實雞雞 當然我們有監測到的不只這一個 包括我們在野外架了一些相機 還有一些危害案例 像一百年的一起救傷 是一隻雌性的個體 這隻個體因為送來已經兩隻腳 他重瘦夾重了右前腳 可是他用右後腳去拆 因為瘦夾被固定在樹上 他送來的時候這兩隻腳都是殘缺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回到野外去 所以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很確定的一隻被死於非命 他沒有死亡 他現在還收容 可是他是一個野外 因為人造成的一個缺損 那去年的8月 其實也是收到一隻 六個月大的磁性個體死亡 那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知道 雞雞的尸骨確實還是面臨威脅 那我的相機臉位 其實在野外也有一些監測到的一個紀錄 可是積極不是一個非常大的棋底 包括他整個總面積是50平方公里 當時阿信生下養隻小孩 我們就想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第一個民眾到底喜不喜歡食虎 大家有點不知道 沒關係 有時間還能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就在想 怎麼樣拉近民眾跟食虎的距離 所以我們其實當時就希望 因為阿信來自於南投救傷個體 我們希望阿信可以自己帶著幼獸 然後讓這兩隻個體回到野外去 所以我們其實就從我們過往的經驗去知道 食虎的食性 然後去提供他一些野外的食物 包括許多活體 我們其實就推動食虎的野放 那在這樣的過程其實我們發現最大的價值就是 確實我們真的拉近了一些距離 包括等等研究的部分我就不多說 可是確實在地 因為我們為了要野放 我們把鎮長導來 我們把里長也導來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些跟地方的溝通 那其實後來鎮長似乎也被說服了 他就右下角的照片 其實就是他自己很主動自發性的一個活動 因為他要提供愛心產給遊客 他就說那我們來辦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在推食虎 永遠不會把食虎放在第一個標題 我們以友善環境為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友善環境之後 你有這樣的概念 才有可能是我去守護食虎 好 OK 對 那其實我們只是在想的NGO的角色就是 我們可以盡量的去想一些自己可以做的 去改變食虎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幾件事 就當我的結尾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那個 玉秀兩個主席就員 那我們等一下 剛剛很精闢的一些 就是食虎包的一些 那個 我再講一個觀念好了 事實上我們愛食虎 一定要先愛護食虎社區的居民 而且要幫助他們有經濟發展 他們才不會羞羞羞羞 不然都貴了給人家 發生什麼食虎就這麼幸福 所以說 事實上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這麼做 我們一直都在尋求 像我們有請那個跟李妍合作 如果也有社區 他會發展這種的 有利的位置的話 來協助 可以甚至幫他們認證為食虎的那個產品 這樣子 其實我們都想盡辦法再幫他們 甚至他們有些那個同一戰爭案子 有事物的案子 我幫他寫 因為他們對這個也不是那麼爽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會議 那我覺得其實時間不是很多 然後我比較希望是可以開放大家一起討論 因為我覺得 既然難得大家NGO都一起來 所以呢 我今天我會把一些就是跳過去 因為有一些介紹 網路上你都可以找到資料 那當然我要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起訴 如今消失的威夷 其實食虎 大家都知道雲爆已經應該是沒有了 然後就這樣食虎 那食虎是現在目前台灣 唯一剩下的野生貓科 那等一下呢 我會有幾張拋空也會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食虎的狀況真的非常的危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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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就跳過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資料 好 那食虎呢 就是他有一些辨別的方法 他最主要就是棲息在前山 然後前山為什麼適合他 因為非常的多樣性 就是不管任何環境 他其實基本上都可以生存 只要有食物來源 然後有庇護所 然後還有就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就是人為的干擾少一點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 前山地區其實是很適合食虎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在做食虎之前 我已經台灣機大部分的山區 我都跑過了 就是比較高海拔一點的 我都去做過調查了 但是其實基本上幾乎沒有拍過食虎 好 然後呢 我知道林朗光老師好像曾經在中部有一個地方 對 他拍過 然後他算是一個比較 稍微高一點點海拔的 但是那也就是這麼一筆資料 可是呢在苗栗 基本上我去做調查的第一個月 那個時候其實我還沒有任何計畫 然後我就是 就是傻傻的 然後就 就想說我要去做食虎 然後我就去那邊自己去架相機 那我第一個月回來 就是說回來知道 我就拍到食虎了 所以其實淺山地區 真的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適合的環境 那我們曾經在新竹跟苗栗做調查 新竹沒有發現 但不表示他沒有 可能是族群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呢 不容易發現 那苗栗相對之下 就是族群狀況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有做無限電追蹤 然後就發現說 孟德 孟德知道其實比較少 大概都三個月而已 他基本上他的活動範圍 就已經是需要200公頃 然後公的呢更大 五六七八百都有可能 當然就是要看當地的環境狀況 那食虎有一些行為是蠻特別 就是對我們的做調查來說很方便 就是你很容易在一些 零島或者是人種過的 然後還算蠻乾淨的小鏡上面 可以看到排魚 所以其實食虎是一個 跟我們一樣很喜歡走好走的路的動物 那我們有利用照片做了一些繁殖季節 但是呢 因為照片數不是很多 不過看起來他是有一些些 他整年都可以繁殖 但是會有一個高峰期 就是大概在冬末春初的時候 那食虎吃什麼 基本上就是只要活的 可以吃到他都吃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老鼠 然後哺乳動物 就是包括老鼠的哺乳動物 比如說像其他的蛆青啊 或者是野兔啊 那松鼠他其實都會吃 但是其他的活的 不管是兩棲爬蟲 那種鳥類其實都會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他對於前三生態系這麼的重要 因為他就是吃火體 他就是位於生態系的高階 所以他可以控制整生態系的平衡 那我們目前調查到 不管是照相機照到的 或者是無限電追蹤的 都發現食虎基本上 還是比較偏晚上跟成婚活動 那白天偶爾會活動 那比較重要的是食虎的分布 其實剛剛玉秀已經提過了 就是目前我們知道的 大概就是可以確定的是 苗栗台中 然後南投跟嘉義台南是有食虎的 但是呢這些地方 基本上苗栗是目前比較確定 有比較確定的族群的 就是南投其實有 但是南投比較沒有想 因為他們沒有 就是南投目前沒有做 沒有像我們那樣子的調查 所以呢 你不知道他的狀況如何 那苗栗其實基本上 就是因為調查資料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是一個比較 相對之下 你可以比較有把握說 這個地方的族群是比較穩定的 可是並不表示說 食虎的族群是穩定的 對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一千早期 一百年前 食虎的分布是全台灣 第海拔地區 前山 大概一千公尺以下都會有 然後慢慢的縮減的 然後一直到 這是我之前 大概將近十年前做的調查 那可以看得出來 上面又白白的是新竹 然後下面的是苗栗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以前早期新竹 是也有食物 而且應該數量也很多的 但是我去做調查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能已經沒有了 或者是很少了 那再給大家看一個圖 這是我們這前兩年 就是去年跟前年 我們又再去 在去食虎的熱區 再做一次調查 就是所謂的監測 就是大概 我預計是五年 但是實在是人力不夠 也沒有經費 所以就拖了比較久 大概七八年之後 也就是去年跟前年做的調查 你可以看得到 左邊那個是 就是上面最高的地方是後龍 然後一直往下延伸 所以剛剛洪老師有提到 就是後龍那邊其實是 以前做調查的時候 密度最高的 但是你看右邊這張圖 是去年跟前年的資料 有沒有看圖變化 後龍西湖那邊 其實族群量變少了 它顏色變淺了 就表示它的密度變低了 好那反而是哪邊比較高 就是銅鑼 三翼 院裡 然後濁藍那邊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塗層 比較沒有辦法做得那麼漂亮 所以其實你看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濁藍很多 但是事實上它有一些地方 已經是比較高海拔了 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就是中間的那一塊 這也是為什麼三翼 就是我所謂的三翼 基本上並不是只有三翼箱 而是那一整個領線 其實基本上是 對15來來說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已經是目前15 所以我們最有把握 就等於說它其實是 已經被壓縮到那個地方去了 好那我覺得面臨的危機 其實剛剛玉秀都提過了 就不管是七里破碎化 這個是比較需要大家 特別去注意的就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上面是 上面是新竹 然後下面是苗栗 那剛剛的圖看不出來 可是這個圖其實是有把道路 一些些農田什麼 全部放上去之後 你就看得出來 剛剛看起來是一整片好像都有顏色 可是你如果把道路套疊下去之後 你就發現 其實它的族群是被切割的 好 那我以前剛開始做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一開始很高興 因為我覺得不錯啊 後龍跟通宵那邊其實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我後來又想想 我就覺得 這可能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因為道路的切割 然後它會讓族群不斷的往內縮 往內縮 所以呢 我們去年跟前年知道 證實我的擔憂 就是它的族群其實已經往內縮 縮到中間那個地方去了 那到最後真的就會像裴老師說的 它退無可退了 所以這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會造成食物的威脅是 喚醒農業 就是造成氣力品質下降 就是農藥啊 殺蟲劑啊 各種各種的藥 因為它是吃活體的 然後那些藥劑都會影響到其他的動物 所以就會影響到食物鏈頂層的 然後還有入食 這些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我就不要多說了 那這次玉秀提到的就是 我無限天追蹤的個體 除了一隻我不確定之外 其他的全都是因為人為了死亡的 而且後續我陸陸續續追蹤了一些個體 理智有一些個體是因為人為死亡的 好 那 夾貓跟夾犬的問題其實也很嚴重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我們現在可以考慮到的 就是太多問題了 我們現在最應該要擔心的是七弟的問題 就是剛剛有一些問題 其實對於影響可能是長期之厚的 或者是少數個體的 但是七弟影響的是整個族群的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啦 目前的這要看起來就是 苗栗地區的食股其實是在 嗯 他在保育上面是他的指標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把苗栗的食股保育好 那台灣的食股就有希望 如果沒有保育好的話 那他可能就是變成暮光了 就是逐漸的消失了 那有一些我們 我們 我們有做了一些 所謂的行動方法 就是說希望 未來不管是公部門 或者是私部門 叫MGO 甚至一些社區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時間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呢 呃 剛剛洪老師說的 每個開發案 如果你沒有資料去support他的話 你永遠都打不下來 所以呢 其實基礎資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要去對於他的七弟做一些富裕 然後改善 那在接下來呢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怎麼樣去改善人跟食股之間的關係 因為有一些衝突是存在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昨天會很擔心 我覺得如果大家一直談保育 但是卻沒有去顧慮到當地人的心情 或是他的處境 他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能反而要 為了是想要保護食物 但是我們可能會害了他 那當然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是很需要靠 今天這個大會的大家 來一起努力的 就是全國性的環境教育 那我相信MGO其實很有人力 然後呢 不管是經費或者是來源資源人力 其實都比我們這些做學術的 單一個人要來的好很多 那所以呢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變成說 大家要一起來努力的 那 最後其實是立法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變成 有的時候是需要靠MGO來 support 那當然我們也必須有一些基礎資料 然後去跟政府單位要求說 我們覺得哪些法律是不完善的 對食股是不友善的 甚至是有傷害的 後面本來是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就是目前食股在苗栗 在苗栗我們的食股大概做了哪些東西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些不是很 就是大家可能網路上其實都可以搜尋得到 那我想要把時間留給大家 就是一起來討論食股的意義這樣子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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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特生中心的理想請 您的那個介紹啊 很容易讓大家覺得特生中心很感性 很用心在推廣食股保育 可是我很納悶啦 假設很多MGO這麼努力在做的話 那有時候可能特生中心在某個場所裡面 你是要講一句話 yes or no的話 那食股的生命都保不下來了 可是我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 那我舉一個例子齁 在那個 李廷老師很用心 然後他的研究報告其中其中報告的話 那你們都有參加 我Suppose這一段說明是你們給的 那很奇怪的是 在苗栗的歐隆壁張園區裡面 那你們的人 第一次現場是用書面的 然後書面資料裡面的話 欸 看起來也看得蠻細的喔 那細到什麼地步啊 草地啊 對方的那個用地啊 什麼東西違反 他都好像有注意到 可是我們納悶的是說 欸 世界級的食股 跟黑熊這種東西很多 小朋友的時候不一定都知道 那為什麼你們是特徵中心的人 出席的會議上面 你們都不知道 那你們都沒有發言 假設你們發言的話 按照環評的話 那照說他環收 OK 那不是環評喔 環收應該是不能夠的 可是沒看到你們發言啊 那請問假設 你是特徵中心的主管 今天你派遣的人 在這種場所裡面沒有發言的話 你認為他該不該收到什麼 甚至於這個是啊 隱匿公文書啊 原來這是你們特有的資料 原來當然可以說不知道 但是你們一定要知道 那假設你是主管的話 這樣部署你要怎麼處理 我站起來道歉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澄清啊 第一個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特徵中心的屬性 他本來就是個研究單位 其實環評案不應該是 特徵中心來審 原本就有環評委員 那原本就環保署等級 也就是國家級的開發案 會送到特徵中心這個書面 可是苗栗憲政府是個特例 包括為什麼 什麼縣級的書面報告會送到特徵中心 只是因為原市的環評委員建議 因為有時候環評委員裡面聘的 常常都沒有生態方面的人員 那為什麼不要聘生態方面的人員 大家應該也可以了解 這些工程案本身就是這樣推動 那有一個委員就說 那為什麼不要會去特徵中心 可是特徵中心的研究人員五十幾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 跟他需要去負責的業務 我們必須講是業務 好 這個事情進到特徵中心 有一位人員他每天每天 會有多少的環評案子 到特徵中心會過來 台灣有幾個縣市 就有幾個縣市的全部案子 那到位以後 我這個同仁 不可能每天都去參加環評會 他還是有他的工作 光paperwork 包括這麼多的 每個案子都是一整厚厚的一本 沒有人知道每個很detail的位置 是什麼事情 但有什麼樣的資源 包括說每天的研究報告 對 在領務局的報告裡面有 可是確實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在公部門 我必須道歉的就是 我們確實沒有很好的系統 讓我這位同仁可以很快的知道 因為像他本身的專長其實是師弟 那他師弟的部分他可以掌握得很好 可是確實這樣的入獄 我們不可能每天每個人stand by 都在看那本報告 而且有非常多案子 所以確實冰藏園區第一時間 包括特徵中心並不是沒有發言 是根本我們確實是給樹面 可是很快的 幸好我覺得是有MGO發現 那我其實第一時間是由我這邊 離稿回復給苗栗縣政府的環保局 這都是可以去調的 我們直接 因為我的專長我就可以把美廳的資料 跟我們私下自己去線刊的東西 就把一份書面給苗栗縣政府環保局 對 因為這個案子 我的公文量暴增 包括不斷的回復 縣府也開始罵我們說 那為什麼之前的環差你們沒有提供 那我真的只能很道歉的就是 我們真的就是不可能一個人員 包括你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將心比心想 他的工作量有多少 每一本環評會議都是這麼厚的一本 這個厚度 所以我當時一直這樣延續處理 包括監察委員 立法委員 開始很多很多人的關注一直進來 確實這部分我要告訴大家 是環保署的環評會議的網站 是每個人都可以去看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覺得 確實公平力量很重要 不可能今天你覺得一個人員 他的part time 可以把全部的環評案子 都做很好的處理 我對我這同仁很不捨 他在特政中心 從環評案被交付 要會到特政中心以後 他的報告跟公文量非常大 所以我想這部分 我不知道沒有辦法說服你 這真的不是一個研究單位 該有的工作 包括每一個環評案司 會到保育主管警官 其實是領務局 我也不能打領務局 因為等一下我回去 我可能 現在的 然後又是我 我只能說 對我覺得 一個研究機構要去承擔 這樣子的argue 可是在台13線的案子 確實連我們現在的主任都意識到 不到場不行 包括案子裡面 把特政中心當成一個背書 因為確實 後來開了幾次專家會議 特政有到場 所以那一次 我們的動物組組長是有到現場 我們還叫練習單位 他說他開完那個會 他一開始也很悶 練習單位是所謂 主席不指定不能發言的 他要待到最後 終於他可以發言 他可以讓大家知道 特政中心的看法 我可以告訴你我個人的立場 全部的開發 都給我停掉就好 可是現實面 政府 這些政客 我只能講政客 我從來不會用政治人物了 他們要的就是利益 對 就是回歸到 郭老師講的 那個貪婪 到底 有沒有辦法 用公平力量 去阻止這些政客的貪婪 我回答到此 那我最後還是道歉 代表政府單位 我跟大家道歉 我先給回答 但是我沒有說你的基本 那個關聯的那個公民 那個訓練的基礎好像不太夠 一般的民眾去參加 尤其人是專業單位去參加列習 列習其實不能表決 但是你要去列習就是你要先 叫你去發表意見的 那結果你又去出席了 那你一句話都不講 那這種都有結果就第一 第二件事情啊 公文的交換系統是從主管下去的 那這個世界級的東西的話 你那個最小的那個 你可以說他不是 他管師弟不懂這個 那你們的每一次主管在簽公文的時候 要assign 水區的時候 誰要問他是公文 那他們在睡覺嗎 所以這個不是那個要負責任的不一定 但是問題是說 中間只要懂得公文屠程 那是不可諒解的事情 所以這些幫兇 假設有行政訴訟或是什麼訴訟 我認為這些人都有法律上責任 這不是光道歉被解決 大哥我會回去把這個意見傳達 可是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一個全測身中心的預算 是不及這個工程款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這個工程款不要 這個工程沒有做 測身中心就可以撐二十年的 我只能說 抱歉抱歉齁 你講這些東西的話 都是對我們來講都是excuse 對 看環境沒有這麼困難 你想要實際上看 我們看過N的環境的話 尤其你們的特徵單位 看環境很累耶 看環境很累耶 對不對 看那一部分有那麼困難嗎 我來回答一下 其實特徵 其實還是蠻站在正義的這一方 只是說很多的環境來 是真的蠻短的時間 那有十五的現在他都會投資我們學會 那我可能來不及發文給特徵 但是如果以後有七到十五的 七到十五的 那個仗義職業的 我會電話聯絡特徵 那請特徵來幫忙 就是說 在這邊做一些示威 那因為時間才高興 我想不耽誤那個下面的section 那我們就這個 這個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好 請問一下 跟林助理研究員金 陳博士生 謝謝 還有一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講一點點話就好 雖然可能我怕我會控制出時間 就是關於環境的這個爭議 因為大家在場 我們都來打環境 其實環境 我們原本想要源頭處理 可是以現在的食物狀況 已經變末端了 那環境基本法裡面 有一個是要求政府要做 環境資源的全面調查 而且公開 資訊公開 那 在 像在德國 他們就是有 花了三十年的 因為這個要很長的時間 跟很多的錢 他們花了三十年的時間 把整個德國的每一寸土地 都調查過了 那這樣子才是正本清源 去解決這些問題 不然永遠都處理不完 那現在關心食物 可是還有攝香貓 還有 這處理不完的啦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 大家把力量去 要求政府要把 這個東西做出來 可能當成我們 未來運動人的目標 那關於這件案子 我還有一個想法是說 其實我們當天 雖然 因緣機會變成 有一千多人去參加 但是我們那個案子的 下一個案子 都沒有人 是彰化大城 產業園區 那那個地方就是 我們打國光石化 打聖章的地方 可是我們後面 沒有去幫忙 處理 我們也真的都一直在救火 都沒有辦法去做 建設新的事情 當然那個應該是政府做的事情 可是當我們沒有去 替代方案的時候 的確 那種 就是 開發單位 就一直去想彌幕出來 那所以 我們去守這些環境之外 真的請大家 大家回去 佔領地方政治 真的拜託大家 那最後關於那個 十五這件案子 我們正在組 一個十五保育聯盟 那當然每個動物 可能都要一個一個組起來 那我這邊 我們那天已經留了十二頁 我們這邊還是傳的 請大家幫忙寫一下 那我們大概會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這些第一線的工作者 跟比較關心 已經不小心涉入的運動者 我們會比較在這個 運動的策略跟行動的 核心的討論 那也歡迎比較有經驗的 朋友們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另一方面就是 也請大家 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那我們有這個動員的網絡 還有資訊傳遞的網絡 拜託大家這一份 那就傳這邊 然後傳中間 然後傳這邊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因為 其實 其實我做師傅很久了 然後呢我一直都覺得說 我應該就是要認命的 自己一個人做 那就算說玉秀他們來幫忙 他們做 他們基本上他們也有他們的壓力 所以呢到後來我已經認命了 就是自己一個人做 那可是我那天看到大家 來出來之後我就很感動 那其實我 我剛剛有一些東西沒有講到 是因為我們其實從十幾年 十年前開始 就是做到現在 我從一開始做研究 一直到現在我要去做社區保育 我是最討厭碰人的 可是我還是得回來碰人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 在推社區保育 我現在第一個社區 在做十五名 那之後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很多社區 可是光一個社區 我就要一個人全身投入 所以我很需要很多的種子 就是所以如果各位 我知道大家其實都很忙 因為每一個 我知道台灣真的是公民很忙 所以呢我也不敢要求說大家都 但是比如說你住在苗栗 然後呢因為你很久近 你可以在社區裡面 那可不可以請大家有餘力的話 可以來跟我聯絡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從那個社區開始 然後真正去做 因為其實我的經驗就是 你從外面的人去跟他盤保育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不關心食物 甚至他討厭食物 如果你不是社區裡面的人 或者去跟他保育金 沒有辦法 那我現在好不容易在一個社區做起來了 那我也很希望說 我們可以慢慢的 也是一樣 類似像學運這樣子遍地開花 然後把很多社區做起來 所以如果有苗栗的人 可以幫忙的話 就請你跟我聯絡 謝謝抱歉是在大家指揮